大家好,我是网友小厨,今天我们做折菇海参汤 折菇,又称食肌,折菇肉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品 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出肉鸡的10%,而脂肪含量却低于肉鸡4% 并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具有高蛋白、低脂肪、低胆骨醇的营养特性 用它和海参一起炖煮的晾汤,能够滋阴养肺提高免疫力 大人孩子都可以喝 取一只小折菇,充分清理 我们的主要食材,折菇一只,大西洋海参,姜和葱少许 水开后大约汤烫30秒钟 姜切片,大约15-20克 小葱少许 放入砂锅 倒入以用米酒泡发好的干贝 桂圆肉 加水没过食材,大约700-800毫升 加盖中火炖煮 利用这个时间,我们来准备一些食蔬 我用的是莴笋,大约150-200克 白萝卜150克,切成滚刀块 这时折菇已炖煮了30分钟 先将白萝卜加入锅中 加入盐,大约2分之1茶匙 继续炖煮15分钟 倒入泡好的枸杞 倒入泡好的枸杞 可以使其保持鲜绿的颜色 加盖,继续炖煮5分钟 时间到关火 再点入少许葱花 折菇和海参味道都不是很重 再加入干贝的鲜,枸杞和桂圆的甜 它淡淡的褐色 来自于天然的大西洋海参 喝一勺清澈的汤 再来一口肉质滑嫩的折菇 相信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享受 请您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我是网友小厨 我们下次见